冻到别人的蛋糕了 你的时间不值钱 傻子才办金银签 根本就没有人办 大家好 我是杨树 我是老李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 来泰国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关于签证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之前拍过好几期视频 然后今天又要重新来说这个问题 因为粉丝们根本就不怕 然后因为很多粉丝在后台 还一直私信在问关于签证 关于金银签的问题 我们已经在这边待了两年了 然后对金银签有更深的一些体会 而且最近泰国政府对签证这块的 查验力度是风云突变 尤其对华人非常严格 而且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 通过一些可能不正当的途径 或者说是一些黑中介被骗了 然后办了一些签证 然后导致被迫 就是在严查期间被迫回国 甚至有可能影响到后续办签证的一些问题 首先这是严查的一个问题 对我们的签证没有任何影响 没有任何影响 对 甚至在最近办金银签的人 大批量的上涨 就是因为严查的这个问题 很多人想再转金银签 但是中途也是很多受限的一些问题 包括现在办金银签的 很多粉丝跟我们说 现在重新转金银要排很长的队 要排几个月 对 你这么说我突然想起来 网上有一种说法 就傻子才办金银签 根本就没有人办 大哥没有人办 人家6月要涨价了 有需求他才会涨价 所以我们要赶在涨价之前 赶紧给你们说 如果想现在转金银签 赶紧转 如果你有宽裕的一些钱 然后觉得这个钱对你来说 不是特别负担特别大的话 我觉得办金银签 能省掉很多的问题 首先我们最近最大的一个感受 就是关于教授在办新的护照 换护照 然后贴签的一个问题 其实在严打之前 然后换护照贴签的问题 再清卖就可以完成 直接让今天的公司 帮我把护照寄到那边去 然后贴上再寄回来就好了 但是因为最近查的比较严 所以说必须要本人去 所以我们就到了曼谷 对于从来没有去过曼谷移民局的人来说 第一次去曼谷的移民局 我大为震惊 就是太大了 就是如果我第一次去 我没有人帮我的话 我没有做工具的话 我整个一整个大傻眼 超级超级大 然后好几层楼 甚至楼上还有空中步道 可以跑步的地方 我就惊呆了 因为它很多政府的机关单位都在一起 然后你根本不知道 去哪里办这个问题 包括办金银签的门口 排着好长的队 如果我自己去 我可能会疯掉 我真是排好长好长 对于我们这种 就是很怕麻烦的人说 排队这个问题 真的就是很伤脑筋 然后门口全是小凳子 坐了很多很多人 然后他贴签的时候 就是金银签 把我们预约那边的工作人员对接 然后那个工作人员 带我们穿过了重重的人群 直接到了贴签的门口 就是那个小窗口的门口 然后把签证交上去 我们只用坐在椅子上 对把护照交上去 我们只用坐在椅子上 等就好了 吹个空调等一等 大概全程贴签的一个全程 花费了大概30分钟左右 非常非常之快 而且不用你做任何的一些工作 对 就感慨还挺深的 中途我们碰到了一位美籍华人 就是他之前是学生签 然后他现在转金银签 然后他们聊了非常非常多 就跟我们一块在那坐着 之前有很多人会问我们 为什么选择金银签 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核心的 一个价值去给大家解释 我在跟他聊的过程中 他就说了一句话 触动到了我 他点醒了你 对 他说因为我的时间很值钱 我需要去节省自己的时间 就是有的人觉得 我可以花很长的时间去排队 去办TM30 花很长的时间去报到 90天报到 排很多队 或者说花很多的时间去做一个事情 对于时间充裕的人来说 是ok的 没有问题 你不怕麻烦是ok的 但是对我们这一类的人 可能有一类的人 就是希望是可以花金钱 去把这个时间节约出来的 因为这个时间 我能创造很多更多其他的一些价值跟财富 30分钟办完你的贴签 我如果没有金银签的话 我肯定要花一个下午的时间 一个下午我可以去赚别的钱 对 就这样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在对于网上那些 很多人说 今天就是智商社的人来说 我是真的要反驳一句 就是你的 可能你的想法高度 或者说你 你的时间不值钱 对 你觉得我花那么多钱 去省那么点时间是不值得的 但是当你有了足够的钱 然后办了签证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签证真的 我觉得还挺香的 就是我个人认为还挺香的 我觉得说到这 就会有很多人不舒服 No I don't care 第二个就是网上纷纷扬扬的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信息不对等的问题 昨天我因为要录这个节目 然后查了一下金银签 然后搜完金银签 第一个挑出来一个帖子 就是一个 一个巨 特别傻 然后说出来那些话 就列了八九条 大概的点就是 第一个金银签不能工作 不能工作 你在这边就赚不到钱 然后第二个就是没有保障 其实我想说 如果你还在为每天吃饭的生计 哈愁的话 你就别办金银签 这金银签不是给这种人办的 对大部分金银签办理金银签的人 他会有别的工作的途径和收入来源的 但是我们想说的信息不对等 就是 金银签是可以 可以在泰国开公司的 就是你可以投资一个公司 然后你占股 然后定期拿分红就好了 但是你不要去干活 然后具体你怎么操作 这个我们就不细聊了 就是实际上是可以 这也算赚钱啊 就是你没有那个脑子 你根本就想不到投资赚钱的这个事 你只在赚钱这个领域里边 你只能想到打工 就是发帖子那个人 然后还有说没有保障的问题 说金银签可能随时给你取消 大哥你不做违法乱纪的事 给你为什么给你取消啊 说金银签不靠谱 你告诉我一个哪个签证靠谱 两个签证所有签证都一样 只要你违法乱纪就给你取消 怎么了 而且不只是泰国政府 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的任何签证 都没有百分之百保障 对 人家说取消你的就取消你的 对啊 你不老实就给你取消了 怎么不老实 那你又不是公民 要么你就找到一个国家 去办成他们的公民嘛 对 那有百分之百保障 就觉得说这种言论的人 就很低质 真的 为什么会涨价呢6月份 就是因为大家突然 因为严查的这个问题 大家突然思维打开了 所以大家以下就半斤签的人暴涨 所以人家就肯定涨价呀 然后下一个就是 有很多粉丝私信我们的 他们被中介骗的 那个粉丝跟我们说 想办金钱 然后问我们多少钱 然后我们不是中介 我们就把官方的价格发给他了 把我们办的公司的价格发给他了 然后他问我 你们不收中介费吗 然后我就很奇怪 什么中介费 他说国内的公司要收10%的中介费 可是收中介费是正常的呀 人中介不就是赚这个钱吗 但是这个事就很简单 哪怕你自己办 不找公司 你都能办下来 你会冻到别人的蛋糕了 对啊 然后我们身边朋友就说 你不要说这个事 会冻到别人的蛋糕 但是这个真的 我觉得非常的让我很不可思议 这个就跟来想留学的 来夏令营的 那个是一个道理 只要花时间去了解 花时间去查 或者甚至你实地来考察一下 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但是人家中介 既然收你的费用 人家就是赚你星期差的费用 你既然花了钱 我觉得就认同 但是他所说的这10%的中介费 在我们的理解范围里面 是有点太高了 好几万呀 你想想 可能像这种愿意交中介费的人 也看不到这期视频 对 然后他跟我们说 他办家庭套餐是80万泰铢 然后中介大概要收取10%的中介费 大家可以算一算 就是这个价格还是非常惊人的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聊一聊的 关于一些金铅的福利 为什么我们觉得金铅好呢 这不是空口说瞎话呀 首先我们之前有发过 回国丝滑出入镜的问题 然后金铅给我们接送机的问题 那其他那些什么音乐打折呀 然后把饭机打折这些 我不说了 我觉得这有点鸡肋 对于我来说 我们没有用到过一次 还是一个我们刚才说到了 金铅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观 就是你可能觉得走VIP通道 有人接送机这个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你觉得自己也可以去 但是对于核心的家人观 我们提到那种核心家人观 就是可以省到很多时间 可以省到很多精力 近期有一个很大的感悟 就是我们开放 疫情开放之后回国 然后再回到泰国的时候 落地的时候 大家都在那填表 然后都在那个地签证 交那个钱 排队很多人 我们俩就直接盖章 就进来了 非常快 5分钟 然后我们进来就非常得业 看呗 就是花钱 然后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花钱买时间 对 包括你说交2200的快速通道 有没有必要 就是花钱省时间嘛 对吧 看你自己怎么想了 还有上一月 我们参加了Rolling Low音乐节 然后在开票的当天过年的时候 我记得是2月还是3月 我们俩躺在床上 我看看到开票了 我就马上下单了两张 价值5000多块钱 转头 在音乐节开始的前两个月 我收到一个邮件 经签公司给我发的 我一打开 送我们每个人两张 送一人两张 等于我们俩有4张门票 然后我们俩还冤肿的 花了5000块钱去买两张 抢了两张票 送我们的票 按照票价来说 价值1万多块钱 对 我们俩当时看到那送的票 直接整个大傻眼 就吐血 就觉得这很怨 然后我们就把票 通过某种途径 转人给了我们的朋友 反而还赚了一笔是吧 对 我们相当于免费 去了一趟音乐节两个人 然后我们朋友也花了很少的价钱 也去了音乐节 就还造福了朋友 就非常整个过程非常的愉快 我们玩也很high 但是没有拍vlog 因为蹦的太high了 sorry 然后包括中途 我们前段时间去曼谷 今天还送了我们曼谷车展的票 就是一系列 很多你想不到的一些福利跟小惊喜 所以办了惊签的朋友 一定要多注意看自己的邮箱 有的人怕惊签说 你们怎么有音乐节的票 我们怎么没有 你们看邮箱啊 要自己去申请 要自己去领啊 对 所以今天对于我个人来说 就是我一命绝对没去过两次 完全就是惊签公司帮我们代办啊 包括我们之前 他打印 联航开户 对 所有文件要打印 打印都造人家 我的天 就差没给帮我们交水电飞了 也行 可能 就他们能帮你们做到很多你印象之外的一些服务 等于你就是有一个管家 对 这我就花钱帮你做这服务还是蛮贴心的 对 你要非得说今天有什么缺点 唯一的缺点就是贵啊 一次性要付出很多 对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我觉得你平摊下来每年花的差不多 其实你跟别的签证花的零零散散的一些费用差不多 但是关键它能帮你省出那么多的费用 所以我对我们俩来说我觉得真的是超值的 还有我就是想问一下那些说金签不好的人 嗯 就是我们像我们这种人 嗯 又不能办陪读签 又不想学习 又不想学习 又不想学 你办学那个那个什么留学签 大家也得按时去学校里面报到啊 要保证出勤率 爱学习的可以 我不想学习 我们又不出家 我们又不想做义工天出去干活 我们又没到岁数养老 你告诉我我办什么签证 我也有名声 我办金签证 你告诉我 你给我选一个 来大木给我走一搏 你告诉我我办什么签证 一亲签啊 我找个招 再终于找个老婆 试个招 是吧 对 所以我们之前的视频也一直想呢 就是如果有类似跟我们情况差不多的 可以考虑这个金签还是很香的 OK 以上就是我们来泰国两年了 然后金签的一些感受跟想法 然后可以分享给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呢 或者说对于办金签有什么困惑 可以私信我们 或者说在底下留言 OK 点赞 收藏 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